今后建国的目标是成为发展速度最快 才证实力雄厚 主导变化 并让世界瞩目的大学 为实现这样的飞跃 建国提出了新的长期规划 iSmart 2020 开启了朝向唯一国际性大学的道路 第一个问候语 咱们在韩语里边 初次见面的时候 怎么用韩语来表达呢 一般说 안녕하세요 你好 还有初次见面的时候可以说 반갑습니다 还有好久不见的时候 什么呀 俺만입니다 像这些句子呢 是经常用的一些常用语 就如 其实老师也不愿意用这个红皮来标 但是视频上呢 因为这个红色呢 感觉这个看得更清楚一些呢 所以老师选用了这个红色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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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 初次见面的时候 怎么说 认识您很高兴 用韩语怎么来表达呀 一般说 반갑습니다 然后好久不见 然后好久不见 跟着老师来再读一遍 那老师这里边提出的这个问候语呢 是什么呀 嗯 知道意思是吧 밥的话是饭 是吧 饭吃饭了吗 韩语里边要用这句呢 做问候语 反倒很多这个来韩国的一些外国人呢 他头一次听到这样的一句问候语的时候 感觉 这个问候语是吧 有点怪怪的 是吧 怎么头一次见面就说 啊 或是 你吃饭了吗 啊 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 最速到以前吧 以前韩国这个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呢 都吃不上饭啊 那时候呢 就是问候语就是说 你吃饭了吗 反倒现在比较亲近的一些人之间呢 也用这句 啊 来打招呼 吃饭了吗 那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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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假如说 下一句 咱们哪天 一块吃顿饭吧 啊 这是一个问候语 找出来的一个 场景呢 是 有一句话 就是 你吃饭了吗 一个问候语 从这几个当中呢 最常用的还是 是吧 假如说 呼瞎正式 许久了 然后 打声交互的时候 也可以用上这句常用语 把饭给所有 吃饭了吗 嗯 啊 初级绘画呢 第二个部分呢 老师找来了 啊 你几岁了 这样的一句话啊 啊 知道这个是 来自欣欣的你 里面的这个杜教授啊 千充一啊 他在问这个杜教授 啊 你是几岁 呀 你是几岁啊 你几岁了啊 就双方问这个 这个这个 岁数啊 那韩语 这个很多同学都知道这个有什么呀 有净语是吧 总的满 还有这个 非净语 啊 有的同学说哎 为什么这个韩国 这个刚来韩国之后有很多的这个同学被问及 你多大了啊 这样的一句话啊 这有主要是因为韩语里边有这个净语和非净语之分 所以呢 像这个电视剧里边了也是老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啊 你多大了这句话用韩语来怎么表达呢 就是说 没三也有 这个呢 是用固有词的读法 是吧 啊 这个猜呢 是汉字词的读法 假如说 二十八岁 这句话用固有词的读法的话 怎么读啊 二十是什么呀 smood 八呢 是什么呀 也得 那二十八岁怎么说 smood 也得 惨 那假如说用汉字词的读法的话 怎么说 二十是什么 一系 是吧 八是什么 一系 二十八岁 这样说 二十 啊 老师字写的不是特别工整啊 二十八岁也有 啊 有的时候呢 还问 啊 你是几年生 啊 就 每年生 你 诶 诶 诶 问的时候是诶 那每年生 诶 假如说我是80年生 或者是 85年生 那 怎么说呀 85年生 입니다 85年生 입니다 嗯 就是说来到韩国之后 有同学问你 啊 或者你的前辈问你 你多大了 你多大了 那我说 二十五岁了 可以说 可以这么回答 啊 也就是说 韩语里边有这个 禁语和非禁语之分 啊 所以呢 卧后语当中呢 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过似乎 那一年 我也不信 他们 他们